第401章,我的火焰,又怎么会伤害我的激动? 是的,在这一刻,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激动, 他心中所压抑的一切已经完全爆发出来, 他甚至不再顾忌随时有可能爆发出来的杀神气息, 就那么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 眼看着,他的身体就要冲入红莲天火了。 就在这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激动的身体突然在空中停滞了一下, 整个人都漂浮在了半空之中。 福瑞、淼淼和宋瑞龙提到嗓子眼的心顿时剧烈收缩起来, 福瑞再次呐喊,小师弟,快回来,不能去。 也就在这时候,一共九点红色光芒突然从激动体内冒了出来。 九点光芒悄然扩散,在激动身体周围围绕成一个圆圈, 下一刻,直径五米的红色光照已经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内, 而迟至了片刻的激动,也就在这时猛冲而出, 身体直接冲入了红莲天火之中。 远处,看着这一幕的陈思璇, 痴痴地道,我的火焰又怎么会伤害我的激动呢? 宋瑞龙呆住了,福瑞和淼淼也呆住了, 就在那红莲天火之中,激动的身体终于停住, 那接天连地的火焰不断冲刷着他的身体, 但他就站在那里,直径五米的巨大光照笼罩着他的身体, 将红莲天火轻松撑开, 这终极必杀技的火焰竟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这在任何人眼中,看上去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可他却就这样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烈焰,烈焰,激动呆呆地站在红莲天火之中, 已是泪流满面。 在这一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地心世界, 又拥抱着他的烈焰。 沐浴着红莲天火,他感受到的就只有温暖, 那在他身体周围撑开光照的九点红光, 可不正是烈焰留给他的九枚本命莲子吗? 是啊,这是烈焰的红莲天火, 他又怎么会伤害到烈焰的激动呢? 红莲天火的温暖, 似乎在浸润着激动的心, 泪水不受控制地狂涌而出, 激动整个人就站在那红莲天火中轻轻地颤抖着。 宋芮龙,福瑞和淼淼都停下了脚步, 他们不敢再继续接近了, 距离红莲天火还有千米, 他们已经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全部魔力都被压制住了, 此时的他们就像是普通人一样。 在这属于神的终极必杀技面前, 他们的力量显得那么渺小, 渺渺难难地道, 看来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激动是极致双火魔师, 又掌控着混沌之火。 这红莲天火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不,不是这个原因。 我想,应该是因为这红莲天火来自烈焰, 所以才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吧。 福瑞微微有些喘息, 刚才看着激动冲入红莲天火, 实在是把这位雷帝吓坏了。 要是小师弟出了什么事, 他可就没法交代了。 直到此刻, 陈思璇才走到他们身边, 他们的目光都落在沐浴在 红莲天火的激动身上, 虽然现在他没有被红莲天火所伤, 但他们却依旧充满了担心。 但就在这个时候, 激动却从红莲天火中走出来了, 一步步走出红莲天火, 朝着众人的方向行来。 当他离开红莲天火超过30米后, 身体周围的那个红色光照 也随之自行消失, 九枚烈焰的本命莲子 自行收入到激动体内, 消失不见。 福瑞长出口气, 小师弟总算是出来了, 没事就好。 可是, 下一刻, 他们的心却再次纠紧, 当激动走出距离 红莲天火100米的时候, 突然又停下了脚步, 再次转向红莲天火的方向。 定定地站在那里, 没有再移动。 激动他这是怎么了? 宋瑞龙不明所以地问道。 福瑞叹息一声, 大哥, 释放这红莲天火的主人, 就是激动的爱人。 也正是因为圣邪岛大劫, 他的爱人去世了。 所以他才会这么痛苦, 他的头发也是因此而白。 看到这红莲天火, 他那爱人留在这个世界中的痕迹, 他又怎能不激动呢? 宋瑞龙吃惊地张大了嘴, 他虽然隐约知道这红莲天火和激动, 福瑞他们有关, 却也不清楚这红莲天火的释放者, 竟然是激动的爱人, 那他这爱人究竟要强大到怎样程度? 就在这时, 站在距离红莲天火, 只有白米远的激动缓缓开口了, 他是向着红莲天火说话的。 激动的目光直直的, 此时此刻, 他那双眸之中竟然在没有半分的痛苦, 只有那无尽的深情, 那充满感情的声音, 向着红莲天火倾诉着, 烈焰, 我来了。 我知道, 你一定能听到我的话, 对不对? 刚才那一刻, 沐浴在红莲天火之中, 我似乎又感觉到了你就在我身边, 我拥抱着你, 感受着你的温柔和温暖。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抛下我而去, 我有多么痛苦? 我多么希望, 这一刻能够看到, 你从这红莲天火中浴火重生。 你的离去, 令生命对我而言,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你的离去, 也让我再也看不到世间的色彩。 我只想去找你,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 不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都只想去找你。 可是, 你却给了我一个十年之约, 每年用鸣酒路上的一种鸣酒来祭奠你, 这真的是你最后的心愿吗? 说到这里, 激动停了下来, 他的双眼再次变得模糊了, 身体更是在不住地颤抖着。 激动的声音虽然并不大, 但福瑞等人都是一代强者, 依旧能够清楚地听到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陈思璇的双眼已经沉满了泪水, 下意识地就要冲过去, 却被福瑞拦住了, 不要去打扰他, 在这个时候谁也不要打扰他, 你们不会明白他的痛苦。 宋大哥, 跟我去个地方吧, 我也要去祭奠一个人, 你和我去, 省得守军误会。 淼淼, 你和思璇就在这里等我们。 说着, 福瑞再次上了紫雷耀天龙, 庞大的龙身腾空而起, 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宋瑞龙明显感觉到福瑞的情绪不对, 赶忙跟了上去。 陈思璇紧咬下唇, 渺渺的脸色也是一片苍白, 看着福瑞离去的方向, 他想要跟去, 但最终却还是放弃了。 他要去祭奠他, 在这种时候, 还是不要去打扰他。 面对红莲天火, 激动又开口了, 他的第一句话却令陈思璇, 心中升起了滔天波浪。 烈焰, 其实我知道, 你和我这十年之约 只是为了不想让我为你殉情。 我知道, 我都知道的。 激动喃喃地说着, 你是怕我死去, 你希望我好好地活着。 可是, 没有了你, 我活着又和死去有什么区别呢? 十年时间吗? 难道你认为, 只需要十年时间, 就能冲淡我对你的爱吗? 你错了, 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变, 我只会更加地思念你。 十年是吗? 或许, 这也是你对我的一个考验吧。 不过, 你放心, 只要是你说出的话, 不论是对是错, 我都一定会完成。 十年后, 等我为你完成这一切, 我依旧会随你而去, 不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去找你。 一年了, 你已经离开我一年的时间, 我也思念了365个日日夜夜, 我真的好想你, 每当我想到你, 我都会心痛得无法呼吸, 而这样的煎熬我还要承受十年。 烈焰, 你要的十大名酒, 我已经找到了六种, 我这就为你调制第一种美酒, 好吗? 就用我们最熟悉的生命之源吧。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多么想和你一起跟僧妖们隐居在地灵山脉啊。 颤抖着, 一只水晶调酒壶出现在激动手中, 它取出一瓶生命之源, 打开瓶盖的时候, 它的手竟然不受控制得有些静挪。 但是, 它终究还是将那一瓶生命之源 毫无遗漏地倒入了吊酒壶之中。 一滴滴晶莹的泪珠缓缓缓滴落在吊酒壶内, 刚开始的时候, 泪水还是透明的, 可很快, 这泪水的颜色竟然开始发生着转变, 由透明变成了淡红, 再由淡红变成了红。 生命之源是淡青色的, 属于绿色的一种, 红与绿, 这原本是极不调和的两种颜色, 可此时在那水晶调酒壶中, 却显得那么的鲜艳。 那一抹抹红色, 如同水墨一般在充满生命气息的生命之源中绽放, 就在那红莲天火的硬衬之下。 扑, 一口心血夺口而出, 正好喷在了吊酒壶上, 就在淡淡和陈思璇双双惊呼的那一刻, 激动已经将水晶调酒壶的壶盖盖上。 他猛然跃入半空之中, 调酒壶瞬间在他掌中化为无限的光彩, 一圈圈, 一道道, 那带着生命之源与他心血, 血泪的液体, 就在吊酒壶中飞舞着。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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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璇心中疯狂呐喊着, 在这一刻,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承受住的坚持, 却终于破碎了, 他猛地冲了出去, 直奔空中的激动冲了出去, 他要告诉他, 他要告诉他, 他是烈焰, 他就是他的烈焰呢, 他一直就在他的身边, 他再也不愿看到他如此痛苦的样子。 但是, 就在这时候, 突然之间, 从天到地, 包括红莲天火之内, 所有的一切, 竟然突然定格了, 激动还保持着一个调久的姿势, 渺渺眼圈微红, 感动落泪, 陈思璇则保持着前冲的姿势, 甚至还有两行泪珠在空气中飘荡。 所有的一切, 似乎都停滞在了这一瞬间。 神剑, 邪恶之神缓缓收回自己的大手, 如果能有人看到他的脸色, 那么, 一定会发现, 这位神王此时的神色是极其难看的。 黑与白, 两道巨大的光柱依旧如同天柱一般支撑着整个神界, 但这里的一切却也像是凝固了一般。 难道我真的要输了? 这所谓的爱, 竟然有如此力量, 还是这小子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邪恶之神的声音中充满了不甘。 善良之神优雅的声音随之响起, 你的书是必然的, 不过, 却还不是现在。 对他们的这份考验也远不应该结束呢。 邪恶之神有些惊讶地道, 善良, 我突然发现, 你有的时候比我还要心狠, 连我都有心要放过他们了, 你还在坚持这个赌约吗? 善良之神淡然一笑, 邪恶, 你知道如果我赢下这个赌约, 会向你提出怎样的要求吗? 邪恶之神心中一震, 善良, 你, 善良之神, 轻叹一声, 人间对神, 有着无比的向往, 可是, 人类又怎么知道, 我们神界的孤独和寂寞呢? 在我们神界, 有多少神希望找到继承者, 从而恢复自由之身, 哪怕是成为一个普通的人类, 过上精彩的一生, 他们也愿意。 邪恶, 我们统治这个世界, 已经太久太久了, 如果这次的赌约我赢了, 我会要求, 你和我一起卸下这神王之位, 你懂了吗? 邪恶之神, 大吃一惊, 你是说, 他们, 善良之神淡淡地道,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对他们的考验, 还远远没有结束。 毕竟, 这个考验关系太大, 不过刚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烈焰和激动的十年之约, 也就是他们的十年考验, 我们要做的, 就是推动这个考验继续下去, 受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十年的魔力换取永生的爱恋, 我想, 我们并不算如何残酷, 不是吗? 苦尽甘来, 才是最美。 邪恶之神笑了, 看样子, 你真的很有把握, 你对这个小子, 就那么信任吗? 人类的心, 就真的那么坚定? 善良之神微微一笑, 看下去不就知道了吗? 对我们来说, 剩余的九年在神界, 也只不过是九天而已, 如果你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 那么你现在就真的输了。 输赢未定, 你可不要言之过早。 圣邪岛, 红莲天火前,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激动地调久在继续, 渺渺的泪水持续流淌, 他们根本不可能发现 先前的任何变化, 唯有陈思玄的身体停了下来, 悄然凝固在那里, 一动也不能动。 烈焰, 赌约尚未完成, 你想让他行神俱灭, 永坠轮回, 承受无尽的苦难吗? 邪恶之神冰冷邪义的身体, 在陈思玄的灵魂中回荡着。 第402章, 灭神隐。 不, 不, 我不要他行神俱灭, 可我也不愿他如此痛苦。 我受不了了, 邪恶之神, 求求你, 放过激动吧。 这不是放过他, 还是放过你的问题。 神无戏言, 既然你已经和我们约定好, 你就没有后悔的机会。 如果你现在要去告诉他, 那么, 我首先就会将你从这个世界抹杀。 他同样会继续痛苦下去, 而你, 则连最后的一点机会都没有。 甚至不能在身边继续看着他。 如何抉择, 只在你一面之间。 我, 陈思玄心中的冲动, 被邪恶之神冰冷的声音, 强行压了下来。 他很清楚, 邪恶之神的话绝不是开玩笑, 他能有的选择吗? 就在这时, 邪恶之神的话反而缓和了几分, 激动承受着这样的痛苦都还没有崩溃, 而你却还知道他活着, 并且能和他在一起, 难道你就要先崩溃了吗? 想和他在一起, 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对你说出那三个字。 一年过去了, 你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为了你们自己的幸福, 你自己努力吧。 邪恶之神的声音淡去, 陈思玄也重新恢复了行动的能力, 可是, 他的步伐却怎么也无法再迈出去。 激动的调酒动作就在这时停了下来, 晶莹剔透的水晶调酒壶中, 呈现出的是一壶粉红色的爵士佳酿。 激动的嘴角还有血迹, 他的目光完全凝固在调酒壶中的酒夜内。 深吸口气, 他缓缓开启了壶盖, 一股奇异的酒香, 带着几分淡淡的血腥气息在空气中挥散着。 就叫你思念之血吧, 虽然, 你不是我调酒记忆上的巅峰, 但却是情绪上的, 只有烈焰, 才有品味你的资格。 去吧, 我的思念之血, 烈焰, 等我, 还有九年。 那一瓶思念之血, 就那么朝着红莲天火飞去, 当它在天火中融化的时候, 整个红莲天火都轻微地震战了一下, 一朵血色红莲悄然在天火中绽放, 尽管它只是昙花一现, 但那一刻的美却令人终身难忘。 飘然落在地面, 激动痴迷地在看了一眼红莲天火后, 转过身, 朝着陈思璇和淼淼的方向走了过来。 她的脸色很苍白, 但泪水却在前一刻甩掉, 在她那苍白的面庞上, 竟然带着笑容, 看上去实在是有些诡异的笑容。 陈思璇的脸色一点也不比激动好看, 正正地注视着她, 什么也没有说。 苗苗看着激动脸上的笑容, 心中生起一丝毛骨悚然的感觉, 忍不住问道, 激动, 你笑什么? 激动微笑着看了苗苗一眼, 距离和烈焰相会, 已经近了一年, 我为什么不笑呢? 淡淡的一句话, 却令苗苗和陈思璇同时心头狂震, 两个女孩子对视一眼, 苗苗眼中流露出的是怜悯, 而陈思璇眼中的情绪却要复杂得多了。 回答完苗苗的话, 激动直接在原地坐下, 双手放在膝盖上静静地修炼着, 似乎她的心已然平静, 可她脸上残留的那丝笑容, 却是那么的怪异。 一个时辰后, 福瑞回来了, 她的脸色同样极为难看, 阴沉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跟她一起回来的宋瑞龙不禁叹息一声, 拍了拍她那宽厚的肩膀。 苗苗和陈思璇再次对视一眼, 这一次, 她们从彼此的目光中都看到了一句, 任重而道远。 二女脸上的神色都变得有些精彩, 突如其来的默契, 令她们似乎拉近了几分。 大哥, 让我再试试你的雷神抗拒。 激动从地上一跃而起, 双目中已经重新恢复了神采, 似乎刚才发生的一切根本不是出现在她身上。 雷神抗拒, 就是福瑞当初数次弹开和吸引激动的能力, 来自于她的雷狱神符, 或者说是雷狱神符所化的雷神之楷。 福瑞愣了一下, 她选择之前离开去祭奠夜心, 就是为了不愿意留下来看到激动痛苦的样子。 她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也是因为烈焰和夜心, 以及那些死去的伙伴们的忌日。 看激动的样子, 她似乎已经恢复过来了许多, 福瑞脸上的阴霾也不禁散去几分。 她当然希望, 自己这位小师弟能够早日从痛苦中走出来。 一边说着, 激动突然抬起右手, 轻飘飘地朝着福瑞的方向拍了过去。 这看似软弱无力的一掌, 却令福瑞神色一下就紧张起来。 同样修炼过, 这门绝学的她, 当然看得出激动这一掌所包含的正是灭神机的力量。 灭神机的修为越高, 出手时看上去就越没有烟火气, 激动这看似轻松的一掌, 其实蕴含的却是极其恐怖的力量。 但令福瑞意外的是, 激动的手掌虽然拍了出来, 但身体却并未移动, 只是站在原地而已, 而此时她距离福瑞还有十米之遥。 就在福瑞心中惊讶的时候, 突然, 她清楚地感觉到, 一股绝强的吸力骤然从激动手掌处爆发开来, 以她的修为, 身体都不禁被吸扯得朝激动冲去。 这是…… 福瑞来不及多想, 与身体完全融合的雷玉神符已经做出反应, 雷神之铠瞬间覆盖, 雷神抗拒也随之爆发而出。 空气中明显产生出一声强烈的爆鸣, 能够清楚地看到, 一层刺目的电光与一层淡淡的金光在空中剧烈地摩擦了一下, 而福瑞前冲的身体戛然而止, 激动也是上身晃了一下。 师兄弟二人四目相对, 福瑞眼中流露出的是极度的震惊。 灭神机, 第四重。 福瑞几乎是下意识地问出了这句话。 激动点了点头, 是的, 就在之前沐浴在红莲天火内, 沉浸在那极度思念之中的时候, 红莲天火的气息, 终于点燃了灭神机突破的奥义, 成功地从第三重突破到了第四重。 果然如我们所料, 灭神机突破到第四重之后, 增加了一个能力, 尽管只是辅助, 但对于灭神机来说, 却是极为实用的。 它的名字叫做灭神尹。 灭神尹。 福瑞重复着激动所说的这个名字, 似乎和我的雷神抗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激动摇头道, 还是不一样的, 单纯比犀利的话, 应该比雷神吸附更强, 但却没有抗拒的效果。 只能是单纯的犀利, 因为它完全是配合灭神机而存在的。 福瑞眼中, 金光大放, 但这样也足够了, 有了这灭神尹, 如果再较近距离发动的话, 对方唯有与你近距离碰撞。 有了这个技能, 我的雷神抗拒吸附, 已经对你毫无作用了。 好小子, 竟然这么快就突破了。 这灭神机果然是神妙无方啊。 激动淡然一笑, 师兄, 这灭神尹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强行将敌人拉扯到自己身边, 固然能够破坏敌人的节奏, 但双方近距离接触, 也必然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我还需要多加实践, 才能将它的效果发挥出来。 福瑞美好气得道, 不用扯那么远, 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做陪练吗? 没问题, 我们兄弟之间还需要客套吗? 大不了你把我打残废了, 以后你养活我。 激动抬头向天上望去, 周小小来了, 我们也该走了。 其实,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让师兄给我陪练, 难道你不觉得, 这个拥有混沌至今的胖子, 更适合同时做我们两个人的陪练吗? 福瑞眼睛一亮, 这个主意似乎不错。 从大陆极东的海滨 到达西边的西津帝国, 似乎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正好是我们向周会长讨教的好时机。 天空中发现激动和福瑞一行人, 正在下降过程中的周小小突然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心中暗道, 谁这么不长眼, 敢惦记着我胖子。 淼淼和陈思玄站在一旁看着眼前这两兄弟, 他们当然都看得出, 他们师兄弟的表面虽然轻松, 可实际上都在刻意回避自己内心的伤痛, 他们都是在想着彼此感染, 让对方从悲伤中早日走出来。 所以, 激动才会在福瑞一回来的时候就提出切磋, 而福瑞也甘愿做陪练。 告别了宋瑞龙, 激动四人与周小小直接离开了圣邪岛, 不论是激动还是福瑞, 都不愿意在这伤心之地多留一分, 因为他们怕下一刻, 自己就会忍不住追随那已逝的家人而去。 如果激动的身体不能抗拒红莲天火, 那么, 他早在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直接殒灭了。 激动小子, 我们这是先去天机城吧。 周小小问道, 激动点了点头, 道, 我已经和伙伴们约定了, 这边试了就去和他们会合。 而且, 我还要再回中原城一趟, 我答应过我的学生们, 要送他们回赤火学院的。 现在要和你去西津帝国, 总要对他们有个交代。 周小小道, 这个好说, 我帮你安排就是了, 保证让你的学员 以最舒服的方式返回赤火学院。 激动既然答应和他回西津帝国, 他也不在乎中途, 耽误一些时间什么的了。 激动道, 胖子, 你是不是很希望我能通过这次的考核? 周小小小眼睛眨了眨, 小子, 你这么问, 我怎么觉得有什么阴谋啊? 激动淡然一笑, 阴谋说不上。 不过, 我最近修为提升后, 一直感到实战经验不足, 无法将自身魔力和各种技能完美调合起来, 需要一些压力。 如果方便的话, 这一路上休息的时候, 你陪我和师兄切磋一下如何? 不干。 胖子肥大的脑袋摇得如同捕棱蛊似的, 坚决不干。 你们这群小子, 一个比一个变态, 都拥有极致魔力, 你们一拥而上, 我胖子也受不了啊。 恐怕还没到西津帝国, 就被你们炸掉几斤油水了, 我胖子长点肉容易吗? 激动道, 只是我和师兄, 不会有别人参与。 我知道你是怕我那五行相生循环阵法, 你大可放心, 这阵法我们还没开始修炼呢。 你一个领悟了混沌奥妙的堂堂至尊强者, 难道还怕了我们两个修为都不到八惯的模式吗? 而且, 我的实战能力不能有所提升的话, 怎么通过你们商会那变态的考核? 胖子犹豫了一下, 再看看福瑞和激动, 这才勉强点了点头, 道, 要是只有你们两个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 你们不能使用坐骑的力量。 他可是精明得很, 福瑞的紫雷耀天龙虽然是九阶魔兽, 但还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内, 但激动的大衍生火龙却令他也能感觉到强力的威胁, 胖子可不会做赔本生意。 激动点了点头, 道, 可以, 我们要锻炼的也是自己的实战能力。 周晓晓道, 既然这样的话, 胖子就陪你们活动活动, 不过, 怎么可说好了, 胖子揍人可是不会客气的。 他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发现, 激动和福瑞对视一眼, 两人眼中都流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笑容, 令胖子身上的肥肉不禁颤抖了一下。 周晓晓之所以能够找到激动他们, 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拜访了天激城, 得到激动离开中原城的消息之后, 他立刻发动手下全力寻找, 终于在天激城找到了天激, 云天激并没有向他隐瞒什么, 给他指明了道路在什么地方等待激动出现。 以云天激的预知能力, 对周晓晓这个胖子, 他是有很多预期的。 来到天激城, 众人重新会合, 经过这几天的修整, 沉浸在五行法阵奥秘中的众人, 也已经渐渐恢复了心神, 毫无疑问, 地宫宝藏的经历令他们的修为都在长重楼, 修为最弱的杜明和杜心, 也已经距离六贯, 修为越来越近了。 返回中原城, 激动本来只是打算处理一些基本事物后就离开, 但事与愿违, 他这一流, 在中原城就又是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了。 在得到了中原城发布的通告之后, 大陆四国的响应速度比预料中还要快, 当激动他们返回中原城的时候, 南火帝国、西津帝国、 北水帝国和东木帝国的使者 都已经到了这里十天时间了。 第403章, 摩师联合长老会。 在激动他们回到中原城十天前, 其他四国使者就已经来了, 他们都观看了赤火学院日月学堂学员们所展现的神奇, 并且已经数次进行密切磋商。 激动还是小看了自己所创造的五行相生循环阵法, 对于摩师界乃至于整个大陆的影响力。 中土帝国与摩师总会毫无保留的强力支持, 又怎么可能得不到其他四大帝国的重视呢? 尤其是当他们真正看到了五行相生循环阵法令, 那三十名普遍还不到三贯的学员们展现出六贯摩师, 也很难抗衡的强大力量后, 四大帝国使者们顿时一片哗然。 南火帝国得到消息是最早的, 在激动带人出发之后, 祝荣就找上了南火帝国皇室, 将五行相生循环阵法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皇室这边。 以祝荣的地位, 自然直接就引起了南火帝国的重视, 在国内已经紧急磋商过了。 因此, 这次前来的使者是得到南火帝国皇室全权授命的, 当他们亲眼看到五行相生循环法阵的强劲效果后, 立刻就表达了全力支持摩师总会, 成为了继中土帝国之后, 第二个由官方做出正确表态的。 几乎是和南火帝国同一时间表示支持的, 就是东木帝国了。 东木帝国得到消息的时间虽然没有南火帝国那么早, 但也绝对不晚。 陈思璇传达回去的消息, 以及这位最受宠爱公主措辞的急切, 令东木帝国不得不全面重视。 而且, 这次的事也是令东木帝国皇帝陛下大为惊喜, 一向以来的小魔女这次竟然帮助帝国做了这么件大事, 东木帝国之所以肯断绝与傻有钱商会之间的往来, 其中也有讨好激动的缘故。 千万不要忘记, 东木帝国可是距离圣邪岛最近的, 陈龙奥对于激动的身份更是极为熟悉, 在综合考虑之后, 东木帝国才决定针对傻有钱商会, 尽可能去获得激动的友谊。 而在东木皇帝看来, 陈思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着想, 而绝没想到是因为什么私情, 因为在他的认知中, 自己这个女儿早已心有所属, 而且还有婚约的束缚, 只是他又怎么知道, 现在的陈思玄早已不是以前的陈思玄了。 他也不是在帮东木帝国, 而是纯粹地帮激动。 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 为了激动, 就算是放弃整个东木帝国他也绝不在乎。 西金帝国是第三个表示支持的,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来自于傻有钱商会。 傻有钱商会能够将总部所在放在西金帝国, 可见其与西金帝国之间的关系何等密切了。 历代傻有钱商会的会长也都是精细的, 之前西金帝国就已经收到了来自 傻有钱商会的消息, 而当代表西金帝国的使者看到与激动同来的周小小, 并得到他的授意时, 最后一丝犹豫也立刻冰消瓦解, 选择了支持。 唯有北水帝国的使者是在等候多时, 直到激动他们回归后一周才最终确定的。 他们等来的是水系两大至尊强者的到来, 水明月和冷风云。 其他国家的使者只知道这两位至尊强者与天刚缅下机长信, 大吉缅下上官迎空在一起商讨了一个时辰后, 第二天, 北水帝国终于表示了支持。 至此, 光明五行大陆五大帝国, 全部接受了激动提出的条件, 毫无保留地支持摩师公会。 但和之前略有出入的是, 拥有掌控所有修炼五行相生循环阵法摩师 巨大权力的长老会, 进行了详细的组合, 长老会由15位长老共同掌控。 其中, 摩师公会占据了其中的四席, 毕竟, 摩师公会必将是出力最大, 旗下掌控摩师也是最多的。 这四位长老以西洛和卧佛为首, 而五大帝国每个国家各出两人, 占据十席, 这十人, 都是摩师界一代强者。 中土帝国的两位长老, 就是姬长信和上官银空, 南火帝国, 自然是殷朝阳, 殷昭兄妹了。 殷朝阳兄妹在激动他们到来前, 就已经和祝荣一起来到中原城了。 这次的事情, 可以说是关系到整个大陆的兴衰, 他们又怎能不来呢? 北水帝国, 也是两大至尊, 水明月和冷风云。 毫无疑问, 他们本身就是北水帝国背后的支柱。 而西津帝国这边, 令激动有些好笑的是, 出任长老的, 就是胖子周晓晓和他那傻有钱商会旗下的第一副会长, 一位名叫孤竹宇剑的新津系, 至尊强者。 尽管他的修为刚刚突破九关不久, 但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至尊。 激动也是因此才知道, 原来傻有钱商会竟然是西津帝国背后最大的支撑力。 这也是为什么西津帝国在最近这些年整体实力直追中土帝国的重要原因。 唯有东穆帝国的两位长老是激动完全不认识的, 但据东穆帝国使者所言, 也是两位至尊强者。 他们这次并没有前来, 但这个长老的职位必然会由他们来出任。 五大帝国加上摩师公会, 就已经有十四位长老了, 而第十五位长老, 正是激动。 不论是作为五行相生循环、 阵法的创造者, 还是统帅光明天干圣徒的一代圣王, 他都完全有这个资格。 每个人都明白, 这个摩师联合长老会成立的意义是什么, 可以说, 这个联合长老会所控制的, 乃是整个光明五行大陆绝大部分的摩师力量。 也是未来与黑暗五行大陆圣战中最最重要的力量。 任何单独的一个国家, 都不可能在这个联合长老会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经过接下来半个月的磋商, 摩师联合长老会定立了众多规则, 其中就包括, 在圣战结束前,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退出联合长老会的统帅, 都将受到其他四国以及摩师公会的强力制裁。 为了整个大陆的存亡, 可以说五大帝国和摩师公会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详细商讨后, 由于五行相生循环阵法传授的特殊性, 也为了能让联合长老会统一下的摩师更有凝聚力, 最后五国与摩师公会再加上激动这个单独长老共同决定, 六方统一的所有摩师都将来到中原城进行统一的传授。 当然,这个统一也是要分批进行的, 中土帝国会专门在中原城外开辟出一个地方供这些摩师们进行学习, 而负责传授的, 自然就是联合长老会这些至尊强者级别的长老了。 在摩师联合长老会成立后, 激动将自己五行相生循环阵法的原理以及辅助修炼的方法, 传授给了除东木帝国以及傻有钱商会那位没来的副会长之外的其他七位至尊强者。 而留在这里负责教导摩师们的, 其实只有六个人。 周晓晓作为傻有钱商会会长, 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 显然是不可能留下的, 而激动自己也有着很多事情要去处理, 同时他们这些光明天干圣徒更要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修炼上, 自然不能停留在这里充当老师的角色。 他们的目标可是那拥有十大神器的黑暗天干圣徒 以及那位吸收了四大圣兽力量的黑暗天机。 激动从赤火学院带来的学员们也就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 作为最早修炼五行相生循环阵法的人, 他们的经验对于接下来需要接受传承的魔师们来说极为重要。 留给光明五行大陆的时间还有整整四年, 虽然整合大陆魔师进行这门阵法修炼还有许多难题, 比如如何进行魔师组合, 如何确保这些魔师听从号令, 如何让完成组合的魔师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这都是急需处理的问题。 而这些显然就不是激动要去关心的了。 他能做的已经都做了, 接下来就是魔师公会和五大帝国的事情。 整整一个月后, 魔师联合长老会这边的事情终于算是告一段落, 激动率领着一众天干圣徒们, 加上周晓晓,直奔西金帝国而去。 胖子不干了。 再这样下去, 胖子不死也要脱层皮, 不带你们两个这样的。 没完没了地蹂躏胖子, 你们忍心吗? 说话的声音充满了凄凉、 委屈、悲伤的感觉。 如果只是听这声音的话, 那绝对是催人泪下, 以为这话语中的胖子受到了怎样的委屈。 可是, 如果听到这话的人知道, 这说话的人乃是当时有数强者, 修为高达96级, 并且领悟了混沌奥义的傻有钱商会会长, 那么他会怎么想? 没错, 说话的正是周晓晓, 这胖子此时正站在那里, 双手插腰, 一脸憋屈地看着激动和福瑞这师兄弟二人, 恨不得跟他们拼命似的。 他们一行人离开中原城, 已经有近千公里了, 这才停在这片小树林休息一下, 激动和福瑞直接提出 要和胖子继续完成他们的切磋大业, 其他人则靠坐在旁边的树上, 饶有趣味地看着眼前, 这重复了不止一次的闹剧。 胖子, 说话可要算数, 当初可是你答应我们, 要给我们当陪练的, 我们实力强一点, 对你不是也大有好处吗? 福瑞嘿嘿笑道, 这些日子以来, 他和激动都和周晓晓混得熟了, 这胖子虽然修为极高, 年纪也近八旬了, 但为人却很是随和, 就让他们直接称呼胖子, 与一众天干圣徒们打得火热。 不过, 对于胖子自己来说, 承受的却是悲喜两重天, 固然是和这些年轻的天干圣徒们混熟了, 但他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千万不要以为激动在中原城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正相反,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的修炼成果甚至比之前几个月加起来还要好。 摩师联合长老会的一个个会议, 出了极其必要的意外, 他几乎都不会出席, 自己的那一票就交给了师祖阴朝阳代理。 而他和福瑞则是专门找上了周晓晓这胖子, 每天都要至少缠着他切磋一次。 周晓晓的修为确实强大, 刚开始的时候, 激动和福瑞配合算不上默契, 两人虽然都实力不俗, 但面对周晓晓的96级魔力, 加上混沌之金奥义, 经常被收拾得鼻青脸肿。 但是, 激动和福瑞是什么人? 那可是当代最杰出的天干圣徒, 两人更是天干圣徒中的翘楚人物。 福瑞的雷玉神斧, 加上激动领悟了灭神引后的灭神机, 在逐渐默契的配合中, 就给胖子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不论是被雷玉神斧来上一下, 还是被激动灭神机拍上两掌, 都够胖子肉痛一阵的, 而随着切磋的继续, 胖子被打中的次数也在逐渐增多。 虽然双方在魔力输出上都有所留守, 但福瑞那充满爆炸性的极致阳雷和激动那冲入体内才会爆发, 并且已经是四倍凝聚的灭神机极致双火, 都太令人难受了。 激动和福瑞的属性本身, 也对周小小的极致更金魔力有所克制。 最令胖子郁闷的还不是这些, 不论怎么说, 以激动和福瑞的修为, 虽然实力变态, 但大家毕竟只是切磋, 不是生死相搏。 他们两个还不足以真正对胖子构成威胁, 胖子挨了打, 自然也会加倍地还给他们。 可是, 不论是激动还是福瑞, 都有着一身极强的抗击打能力。 而且, 每次切磋完了, 胖子只能郁闷地自己努力, 去逼出体内残留的一种魔力, 要是受伤了, 更是要自己疗伤。 可人家两兄弟倒好, 回去以后, 姚千叔这个药医必死病的极致甲木拥有者轻松地 就为福瑞疗伤完毕, 而激动那边更是令周小小极其的愤懑, 每次激动被他揍了, 回去以后迎接激动的, 都是陈思璇那充满关切的目光 以及浓郁的极致以木魔力治疗。 有着永恒之楷和生命之河作为后盾, 再加上激动本身凤五龙蛇变变态的回复能力, 根本用不了第二天, 就会生龙火虎的。 人家有后盾, 自己什么都没有, 还要郁闷的智商, 累得痛苦万分。 胖子自然是不干了, 不过, 不论他怎么发牢骚, 对激动和福瑞这师兄弟也不禁暗暗佩服。 第404章, 菊花珠, 我给图腾神兽开会去了。 不论周晓晓怎么发牢骚, 对激动和福瑞这师兄弟也不禁暗暗佩服, 这两个小子刚开始和他交手的时候, 周晓晓只用了六成力量, 配合上混沌至今的奥妙, 就能轻松地化解他们的各种进攻。 可是, 到了现在, 在面对激动和福瑞的联手时, 胖子却不得不全力以赴, 极其小心地应对了。 一个不好, 万一让他们这两兄弟抓住机会, 胖子就会经历一次痛不欲生的狂风暴雨。 被雷帝和暴君围攻, 那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 听着福瑞的风凉话, 胖子大怒, 福瑞, 你小子有本事跟老子单挑。 老子不揍得你满面桃花开, 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福瑞极为鄙视地看了胖子一眼, 这话你也好意思说。 要是我和你一样年纪, 绝对和你单挑, 还让你一只手。 胖子, 你就不用在我们面前装了。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身上穿着一件更精细的神器吗? 你装得这么惨, 想要博取我们同情是不可能了。 男子和大丈夫是要说话算数的, 在到达西津帝国之前, 你可答应要陪我们修炼的。 周小小眼看福瑞这边, 自己是别想得到什么同情了, 不禁可怜兮兮地将目光转向一旁的激动, 激动小子, 胖子我对你不错吧。 你什么都没答应我的时候, 那四瓶酒我就给你了。 胖子这样的好人品, 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你总要为胖子说句话吧。 激动瞥了他一眼, 道, 我只知道, 作为一个商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信誉。 啥有钱商会, 可是天下第一商会, 身为会长的周小小大人, 是绝不会言而无信的。 哎呀呀, 你们有没有人性啊? 周小小痛苦地仰天长叹。 胖子, 要不我们来单挑怎么样? 这时, 坐在一旁的苗苗突然用极为温柔的声音向胖子说道。 胖子小眼睛顿时一亮, 连连点头, 道, 好啊, 好啊, 我就喜欢和漂亮小姑娘切磋, 就算被你打上几下, 胖子也不会怪你的。 苗苗嘻嘻一笑, 道, 胖子, 你好像没弄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 我们一群, 单挑你一个。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十个天干圣徒还没怎么练过联手合击之术, 正需要好好地演练一番。 你这样的至尊强者, 一代勉下, 岂不是正好指点指点我们吗? 既然你觉得, 和激动, 福瑞他们两个切磋得有些烦闷了。 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来吧, 人家也很想和你切磋呢。 胖子一脸痛苦地看着苗苗, 丫头, 做人要有良知啊。 苗苗眨了眨大眼睛, 我很有良知呀, 放心, 我们下手会轻一点的。 你不是有神奇护体的吗? 她可是地地道道的魔女, 魔盟盟主。 周小小的目光突然变得凶狠起来, 激动, 福瑞, 你们两个小子来吧。 胖子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不拿出点真本事, 你们还当胖子是面捏的。 杜希儿的声音传来, 胖子不是肉做的吗? 就在这时, 一个奇异的声音突然在空中响起, 胖子, 你真是白长了这身肥肉, 犹如我们胖子一脉的名声, 让它们一起伤又能怎样? 来, 本圣猪来助你一臂之力。 伴随着声音传来, 空气中荡漾起一道碧绿色的波纹, 下一刻, 在那绿光眼映之下, 只有齿鱼长的小肥猪已然一步跨出, 出现在众人面前。 菊花猪, 你还知道回来啊? 看到这头小猪,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摇签书, 它直接跳了起来, 朝着菊花圣猪冲过去, 一把将它狠狠地抱在怀中。 圣邪岛大节结束之后, 菊花猪就消失了, 毫无疑问, 在得知自己的魔兽伙伴乃是一头圣兽的时候, 摇签书是多么的兴奋, 可是, 很快他就发现, 有圣兽做伙伴绝不是什么美事。 菊花猪可不会听他的命令, 一切都是根据自己喜好来做的。 菊花猪这一失踪, 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 摇签书也曾试图联系他, 可却怎么也沟通不上。 似乎菊花猪已经完全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似的, 这让摇签书情何以堪了? 谁也没想到, 菊花猪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咦, 会说话的小猪, 石阶神兽。 看到菊花猪的出现, 胖子周晓晓也是大为好奇。 他当然知道能够说话的魔兽意味着什么, 可在他的印象中, 却并没有这么一种 看上去十分弱小体型如猪的石阶神兽。 菊花猪用十分鄙视的眼神看了他一眼, 亏你也和本圣猪一样长得这么胖, 白长了一身肥肉, 难道你脑子里都是有水吗? 神兽算个屁, 连给老子提鞋都不配。 哼哼, 哎哟, 我的小姑奶奶, 别揪本圣猪的耳朵呀。 菊花猪正洋洋得意地向周晓晓显摆着, 他的一只耳朵却已经被杜心揪住了, 对于杜心, 菊花猪甚至比对姚千叔这个主人才好。 死肥猪, 你这一年跑到哪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人家很想你, 也很担心你? 杜心狠狠地揪着菊花猪的耳朵, 眼圈却已经红了起来。 一看杜心儿要哭, 菊花猪顿时没了脾气, 低眉顺眼得道,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也是去办正事了呀, 我去给那些图腾神兽开会去了。 给图腾神兽开会? 听了菊花猪这句话, 除了周晓晓啼笑皆非以外, 其他人都是愣了一下。 周晓晓当然认为, 菊花猪是在自夸吹嘘, 可天干圣徒们 除了保持沉默的狼天翼以外, 其他人可都知道 这头菊花猪乃是货真价实的圣兽, 还是圣邪岛五大圣兽 硕果仅存的一个。 激动眉头微皱, 是啊。 图腾神兽不是因为保护大陆而存在的吗? 为什么圣邪岛大劫 它们却没有出现? 菊花猪苦笑道, 图腾神兽也只不过是 比一般十阶神兽厉害一点而已, 别说它们, 就算是我, 当时不也是晚到一步吗? 万雷节欲界的爆发太突然了, 它们赶到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后来, 我感受到了它们气息的存在, 就去和它们会合, 给它们开个会。 激动继续问道, 那十大圣兽现在在什么地方? 一旦两片大陆开战, 它们是否会参与? 菊花猪道, 参与是肯定的, 但是, 你们就别想着它们能够帮忙了。 图腾神兽可不是光明五行大陆的专利, 黑暗五行大陆也同样有着它们的图腾神兽。 一旦两片大陆之间的红莲天火阻隔解除, 那么, 两片大陆之间, 就会真正展开生死决斗。 到了那时候, 图腾神兽会各自以图腾形式出现在各自的大陆上, 震慑大陆。 也就是说, 有着它们的存在, 在本方大陆战斗的模式, 实力都会有所加成。 只有圣邪岛这地方是个例外。 因此, 不论是哪一边, 在圣战开始后, 都将是功难手艺。 这些天干神兽都是有所限制的, 它们不能进入另一片大陆。 现在, 它们都已经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开始与大陆同化的过程。 我就是去帮它们完成童话了。 所以, 一走就是一年时间。 听菊花猪这么一说, 激动不禁心中一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天干神兽岂不是要天干神兽中, 猪雀和藤蛇都和它关系密切, 它绝不希望这两大神兽出世。 菊花猪白了激动一眼, 这就不需要你担心了。 天干神兽那么容易死吗? 童话是童话了, 但等到圣战结束,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它们都是会重新恢复过来的。 当然, 如果某一片大陆被完全攻陷, 图腾神兽所画的印记被抹去, 它们就真的死了。 因此, 如果你们想要彻底征服黑暗五行大陆的话, 就必须要攻入那边, 找到黑暗图腾神兽的烙印所在, 并且将其毁灭。 这才是真正的征服。 没有了图腾神兽的烙印, 黑暗五行大陆的魔师所能控制的魔力都将大幅度下降。 激动眼中, 金光一闪, 那这么说, 如果我们能够破坏对方的图腾烙印, 说不定就能够不战而胜了。 菊花猪道, 可以这么说。 当然, 还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你们必须要将对方的天干圣徒击败, 彻底毁灭了那个吞噬我四个兄弟的黑暗天机才行。 那个家伙, 可是极为接近神的存在了。 而对于黑暗五行大陆来说, 他们想要彻底占领光明五行大陆, 还有另一个捷径, 那就是抓住我, 将我也融入到那黑暗天机体内, 五大圣兽俱全后, 他就真正成为了神。 而人类成神, 神界可是不会干预的。 只要他在神界的一年, 也就是人间365年的时间内, 升入神界就可以。 要是真的那样, 你们就等着生灵涂炭吧。 黑暗天机那家伙, 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听着菊花猪和激动的交谈, 周小小忍不住低声向身边的福瑞问道, 这头小猪真的是圣兽。 福瑞低声解释了几句菊花猪的来历, 周小小这才明白过来, 不禁眼中光芒大放, 看着菊花猪,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珍奇异宝一样。 这个圣猪, 刚才你说要和胖子一起 跟这些小家伙们切磋切磋, 还算数不? 周小小有些谄媚地看着菊花猪, 胖脸上尽是猥琐之意。 菊花猪瞥了他一眼, 当然算数, 我可不想被人吞噬掉。 所以, 增强这些小家伙们的实力是当务之急。 你这胖子虽然猥琐了点, 但也勉强有资格和本圣猪配合了。 激动和福瑞对视一眼, 两人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喜色, 菊花猪的实力他们并未真正感受过。 但他们却很清楚, 菊花猪虽然不能攻击, 但身为胜兽的他, 魔力之强, 却是等同于人类99级至尊强者的。 他加上96级的周小小, 毫无疑问, 必将带给众人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压力下, 大家的实战和修为必将更快提升。 淼淼先前说的问题, 激动当然考虑到了, 光明天干圣徒刚刚组合不久, 太欠缺彼此之间的配合了。 但是,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周小小这样的至尊强者, 也不可能对他们产生压制, 想要找到合适的切磋者, 自然是难上加难。 菊花猪的回归, 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想到这里, 激动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先不说别的。 我们先打上一场再说, 胖子, 你和菊花猪商量战略吧, 我们也要商量一下。 众人是第一次全体配合, 先有所交流再进行切磋, 才能体现出最好的效果。 菊花猪从摇签书怀中跳出来, 落在周小小身上, 一大一小, 两个猥琐的胖子性冲冲地 跑到一旁去了。 而天干圣徒们和云天机 一起聚集到了激动身边, 每个人眼中也都流露着兴奋的光芒。 身为天干圣徒, 他们拥有的不只是极致魔力, 也有着比普通魔师更重的责任, 每天都在刻苦修炼, 终于有了展现自身实力, 也是检验自身实力的机会, 他们又怎能不兴奋呢? 福瑞道, 激动, 我们要不要动用魔兽? 问出这句话, 他也是经过考虑的。 一个周小小, 已经需要他和激动这十大胜途中 最强的两人全力应对, 还未必能够获胜。 现在又加入了一个修为远超周小小, 达到圣级的菊花珠, 对付起来自然就更加困难了。 激动摇了摇头, 道, 不, 不能动用魔兽。 虽然那样可能会让我们的实力 更增加一些, 但是, 我们十个人现在并不是都拥有魔兽的。 很难达成默契, 对于联手作战也没有什么好处。 倒不如放手一搏, 这毕竟只是切磋, 我们要熟悉的, 是彼此之间的能力, 增加默契程度。 秒秒道, 那你的五行相声循环阵法呢? 我们能不能用? 激动道, 临阵魔枪是不可能的。 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我们还没有修炼过, 现在熟悉有些来不及了。 而且, 面对菊花猪, 恐怕我的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所能起到的效果不会太大。 第405章, 菊花猪加胖子的强悍组合。 福瑞问道, 激动,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它们? 激动想了想, 道, 你们应该记得, 在面对万雷节欲界轰击的时候, 菊花猪曾撑起一个光照, 暂时抵挡住了万雷节欲界的威能。 它那防御的力量绝不是我们使用远程能量攻击所能突破的。 因此, 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近身攻击, 而且我们攻击的目标只能是周小小。 菊花猪虽强, 但它本身却并没有任何攻防能力, 因此, 它必定是要为胖子进行辅助和防御的。 因此, 我们只有近身攻击胖子, 击败胖子, 菊花猪就不足为据了。 当然, 在菊花猪的增幅下, 我们想要击溃胖子的机会无限接近于零。 但是,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全力以赴, 只有在这样巨大的压力面前不断地释放自我, 才能更好地提升我们自己。 兴奋的火花在每个人眼中跳动, 他们可不认为自己就完全没机会了, 哪怕是胜手, 实力也一样是有极限的, 并不是无敌的。 激动这边十个人在商量着对策, 另一边胖子和菊花猪也同样在窃窃私语, 只是看他们的背影。 都能感觉到这一人一株充满了猥琐的气息。 激动小子,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胖子周小小熊啾啾气昂昂地走了回来, 一脸的得意, 菊花猪就站在他那肥厚的肩膀上, 懒洋洋地看着激动他们, 小眼睛中的神色甚至带着几分轻蔑。 显然, 他是并未将激动他们看在眼中。 来吧。 以激动和福瑞为首, 十人朝着周小小两人的方向走了过来, 每个人眼中都流露着强烈的魔力波动。 猎阵, 五行阴阳界。 伴随着激动一声令下, 光明天干圣徒们瞬间分散开来, 雷带扶瑞后退, 退到所有人最后面, 其他九个人以激动为首, 排列成一个半弧形, 隐隐对周小小和菊花猪呈现出半包围的压制。 与此同时, 九个人身上, 极致魔力同时绽放。 九人的站位是按照顺序的, 从左到右, 分别是天干甲木圣徒姚千书, 天干乙木圣徒陈思玄, 天干双火圣徒激动, 天干雾土圣徒郎天翼, 天干吉土圣徒渺渺, 天干耕金圣徒渡心儿, 天干心金圣徒阿金, 天干人水圣徒渡明, 和天干鬼水圣徒兰宝。 伴随着激动一声令下, 刺目而璀璨的极致魔力光彩, 同时从这九个人体内绽放而出, 与此同时, 五行法阵中的凝聚法阵也在这一刻, 同时从九人背后绽放开来, 伴随着阴阳免的出现, 强烈的魔力波动在空中绽放, 以激动为首, 他们每个人的魔力都在身体周围 形成一层阴晕光物升腾而起, 转瞬间就已经在空中凝结, 绚丽的光芒笼罩范围并不算太大, 但却足以控制住周小小和菊花珠了。 这由九大圣徒联手思维的, 正是五行阴阳界。 当初, 五行阴阳界第一次在圣邪岛上出现的时候, 就曾经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效果。 尽管极致双火是由十日凤凰火代替的, 但当时所体现出的实力, 也令那头变异九阶雷火双系魔兽, 连挣扎的可能都没有。 五行阴阳界可不是黑暗五行大陆那些普通魔师们所施展的石系全属性结界。 这真正意义上的五行阴阳界, 必须是要由十名极致魔力拥有者联手施展才能释放出来的。 如果是十名至尊强者在这里, 也同样可以释放出这个级别的五行阴阳界, 但是, 他们所施展的和天干圣徒还是有所区别。 天干圣徒是得天独厚的存在, 他们所拥有的极致魔力才是最纯粹的极致, 哪怕是九冠强者的极致魔力和他们相比, 在纯粹性上都要有所差距。 因此, 激动他们此时所施展的五行阴阳界, 毫无疑问是当时最纯粹的全属性结界之一。 在属性的纯粹上, 除非是黑暗圣徒旗帜, 否则无人可比。 当初, 那些被万雷劫遇见毁灭的光明天干圣徒们, 虽然也施展过一次, 但那时候他们的修为可远远不能和现在的激动九人相比。 激动九人之中, 除了杜明、杜希儿兄妹、实力较弱以外, 蓝宝是六十六级, 其他人都是七贯的实力。 激动虽然身兼二职, 但他的修为却足以支撑两系。 此时展现在周小小和菊花珠面前的五行阴阳界, 不知道要比当初在圣邪岛上出现的五行阴阳界强上多少。 淡淡的光芒闪烁, 激动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神光, 双手在胸前合拢, 眼中光芒每一次变化, 空气都会凝固几分。 此时此刻, 面对周小小和菊花珠这样的强势组合, 他却没有半分怯懦, 尽管之前他口中说着 胜利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 但那绝不表示他不会去争胜, 正相反然, 在菊花珠与周小小这样的组合面前, 内心产生的压力已经转化为澎湃动力, 正在全力爆发。 五行阴阳界的突然出现, 强势压制顿时出现在周小小和菊花珠身上, 菊花珠还好一点, 周小小却是脸色大变, 他清楚地感觉到, 在这五行阴阳界的压制之中, 自己举手投足都变得无比困难。 体内魔力运转的速度至少降低了一倍, 感官也同时变得迟滞了, 强大的压迫力仿佛要将他这肥胖的身躯 彻底挤碎一般。 哪怕是在面对其他至尊强者的魔域时, 他也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感觉, 胖子此时才知道, 当眼前这些年轻人们联手之后, 竟然能够展现出如此强悍的实力。 菊花珠心中的惊讶一点也不比胖子小, 他虽然刚刚回归, 但以他圣级的眼光自然看得出, 激动他们这些天干圣徒都是临时组成的, 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默契, 五行阴阳界说起来简单, 但想要施展出来, 也必须要每一名天干圣徒的修为完美调和, 才能释放出最大效果。 可是, 激动他们却根本没有这调整的过程, 菊花珠又怎会感觉不出, 他们所释放的五行阴阳界, 直接就是最强效果呢? 眨了眨小眼睛, 菊花珠在看激动的眼神已经变得正中了几分, 看来, 这切磋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难一些。 菊花珠自然不知道, 激动那强横的灵魂之力已经成为了一道最有效的桥梁, 将他们十个人的灵魂全都连接在了一起, 把他那强大灵魂之力的探查全部呈现在每个人大脑之中, 并且统一下达命令。 虽然他们还没有练习过五行相生循环阵法, 但能够成为天干圣徒, 他们每个人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经过激动的统一整合, 实力自然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这五行阴阳界也是由此而完美呈现的。 不就是个五行阴阳界吗? 还能难得倒本圣珠? 一边骄傲地说着, 菊花珠那一双小眼睛突然变得如同翡翠一般, 通透碧绿, 它与周小小身体为中心, 一圈呈现出扭曲的光芒瞬间扩散开来。 这扭曲的光芒一出现, 周小小立刻感觉到全身一清, 先前限制着自己身体的恐怖压力竟然已是荡然无存。 而这一圈扭曲的光芒, 则是直接撞向了激动它们的五行阴阳界。 菊花珠没有直接战斗能力并不表示它就弱小, 正相反, 在五大圣兽中, 作为唯一一个以辅助出现的圣兽, 除了没有直接攻击技能以外, 在其他方面, 它可是最强的。 那扭曲的空气不是攻击, 而是来自于圣兽级别的精神冲击。 能够令自己的精神力在体外产生出空气扭曲效果, 近乎实质地呈现, 可见菊花珠的精神力有多么强横了。 当初在圣邪岛上, 它从没有真正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后来就面对了无可奈何的万雷劫欲界, 但它毕竟是真正的圣兽级强者, 哪怕是图腾神兽, 看到它都要俯首称臣。 眼看着菊花珠释放出精神力, 竟是要硬生生地凭借它那强横的灵魂能量来破掉五行阴阳界, 激动的眼神顿时一变。 菊花珠这分明是要凭借自己绝对优势的力量来攻破它们的结界啊。 要知道, 用纯粹的精神力来冲击魔力和精神力融合的结界, 本身是有一定风险, 而且是比较吃亏的。 菊花珠显然是认为它的精神力超越众人太多太多, 根本就是在以力破巧。 激动的灵魂之力确实已经提升到了圣级的层次, 但是, 就算一样是圣级也会有着很多的不同。 就像是初级超臂杀技与顶级超臂杀技之间的差距一样, 菊花珠的灵魂之力在五大圣兽中是最强的一个, 早已达到了圣级的巅峰, 而激动的灵魂之力却只不过是刚刚踏入圣级而已, 比胖子周小小都强步了多少。 如果是一对一正面硬碰的话, 激动面对菊花珠的精神冲击, 根本没有一丝机会, 只要菊花珠愿意, 瞬间就能让它灵魂崩溃。 当然, 这是在不考虑融合魔力的情况下, 而此时的情况却不一样, 激动凭借着自己的灵魂之力与伙伴们融为一体, 更有五行阴阳界作为依托, 他的精神力增幅就要大得多。 更何况, 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看到那一圈扭曲的光芒, 激动的右手就已经被一只温软小手握住, 美妙的灵魂融合在下一刻已然完成, 同样是一圈扭曲的光芒从激动这边飘然而出, 正面迎上了菊花珠的攻击。 只是它们这边发出的扭曲光芒却是十彩俱全的。 轰, 空气中一声剧烈的暴震产生, 激动这边, 九个人同时后退一步, 五行阴阳界剧烈地摇曳着, 仿佛就要破碎了似的。 而另一边的菊花珠却要凄惨得多了, 竟是被这一剂精神冲击直接从胖子肩膀上震地飞了起来, 幸好胖子眼疾手快, 一把将它抄了回来, 这才没有摔在地上。 尽管如此, 菊花珠也是被震得一阵头晕眼花。 你们输了! 激动微微一笑, 看着菊花珠和周晓晓, 哪怕是以她的沉稳, 此时都不禁流露出几分得意。 说个屁, 只是本圣珠大意了而已。 菊花珠美好气地喊道, 她那先前眼神还有些散乱的小眼睛在这短暂的时间中已经恢复了正常。 激动淡然道, 在战场上, 你也和敌人这么说吗? 谁让你轻敌大意的? 刚才你被我们的精神冲击暂时击溃, 在那几秒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帮助到胖子的。 而以我们识人合力, 有那几秒的时间必定能够重创胖子。 只剩下你这个没有攻击力的圣兽, 还不是想怎么蹂躏就怎么蹂躏? 菊花珠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不错, 本圣珠是大意了, 可就算如此, 你们也一样没有任何机会。 你们不要忘记本圣珠是什么属性的。 我可是木系圣兽, 治疗是我最为擅长的。 这胖子虽然还不能和本圣珠相比, 但他怎么也算领悟了几分混沌的奥妙。 在短短几秒时间内, 你们想要击杀他是不可能的, 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本圣珠就能在举手投足之间将他恢复正常。 最后输的还是你们。 激动愣了一下, 他不得不承认, 菊花珠说的有几分道理, 以他的治疗能力和防御能力, 只要己方不能秒杀周小小, 那么, 接下来菊花珠的全力辅助, 必定会落在周小小身上。 以他的防御能力, 肯定能够坚持到周小小恢复过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双方的胜负就还没有分出来。 正在激动思索的功夫, 菊花珠却忍不住问道, 激动, 你小子的精神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我虽然记得你的灵魂修为不错, 可也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吧。 刚才这下冲击, 虽然还和本圣珠的灵魂能量有所差距, 但也差得不远了。 看来, 本圣珠还真是小看你们了。 激动淡然一笑, 那就让我们的切磋真正开始吧。 这一次, 你总不会再轻敌了吧。 如果面对敌人, 之前他早就带领伙伴们发起雷霆万军的攻击了, 但这毕竟是切磋, 只有让菊花珠和周小小释放出最强大的压迫力, 才能彻底激发他们的潜力。